很丽他花生 有些市民吵架 让整些闹剧 话说地点是去到海滨站 被人参观 目测被人拍照去玩 所以它不是一辆真车 但当然是真实的比例 而因为不是开来载人 门可以玩 即是可以拉开 门又会开 接着它关起来 它好像是自动关上 有些小朋友觉得很好玩 不停地在玩 结果有些男子 我们搜集到有两宗 其中一宗应该是阿叔和阿老 骂小朋友 就说不要玩门 然后用粗口骂家长 就说你老什么 在玩门 带着小的就不要玩门 我又不知道有什么激动 大家都是在这参观 去玩关你鬼事 这是有点不明白 我最初还以为 他们在乘地铁 有个人在车厂玩门 阻挡着车走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他在海滨站 只是玩玩而已 参观 当然对方的家长 就还以颜色 他是要玩门 怎样 一个低笨子 即是他骂的阿叔 中间黑衣男子 是劝交的 就说和事佬 黑衣男子 就是小朋友玩玩 不要怒气 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好骂 因为这辆车既然不是行驶 只是供大家参观 有些人玩 关你什么事 玩烂都不关事 有些人说 怕你玩烂到门 不关你事 玩烂到门 这件事就有数据了 所以大家网民 就是执着 骂人那方 用粗口 怪兽家长那边 网民指控他 你也不用那么兇 人家教你的儿子 女家长就说 这里用来被人参观 不是真的坐车 海滨站 现在多了一样的东西 就被人参观 挺有趣的 有些东西 但网民说 火车是文物 不是玩具 看过小朋友就知道 没有家教 一看高下立健 越玩越麻烦 又多一对 只会和其他人吵架的怪兽父母 人家执着 你不用那么兇 后来小童 只被指是恶童 比父亲更恶 父亲都恶 然后这个恶童就发脾气 就收拾了些不知什么 那些圣诞食物 车厂里面的布置 就收拾了 不停在那里订 然后又大喊 不准玩什么 我就玩 那怎么办 那些人看见怪兽家长 生了怪兽小童 不禁有些愿息怀叹 亦说香港人真的很大压力 又动一点就吵架了 那男子我最不明白 那个触发点是 他玩就玩 关你什么事 我以为是坐车最初 照计不是坐车 大家是来了参观 相信会是这样 然后小童继续发疯 乱扔东西 失控了 惡到超级跳细 扔完之后 继续露马 你瘋了 再继续疯狂失控 就是圣诞节 搞得这么不开心 我打死你 最后也是了事了 看回铁路迷称乌鹰头 其实我也踏过这辆车 很熟悉这辆车 就是东铁第二代列车 难怪东铁我们有踏的 去年被视为现代列车取代了 现在适逢湾仔海滨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 启用 将其中两折两卡车厂 运至海滨站 开放与公众参观 参观有关KL的事 我不明白触发点 又是另一单 另一单 看不同的角度 黑衣的小童 也是被年轻一点的门外 左边的男子 扎骂他 又是说他玩门 同样又是有小童玩门 大力玩门令到制造噪音影响了人 但其实更多这一单 触发点应该是来自 那个母亲是粗一些香音 香音 香音 我们特意读尾 搞笑的 用香音不停在圈蛙 那个男子 我们称之为港男 就说向他指责 而香音母亲回敬 什么又文明规定不准玩门 于是乎吵吵起来 亦引发骂战 这边还骂得更厉害 香音母亲说 你觉得他弄坏门 就告他刑事毁坏 你报警一笨 于是回敬 港男又是还以颜色 男童强调 他多大 他只是小朋友 意思是最流行 他更小 体谅一下 这个港男就爆粗 他多大 关于是 他不认识 又是说粗口 然后这个母亲 就是向男子进行推撞 他说你不要动 港男就说你不要动手 香音母亲就说 我还没教他 你教他做什么 就试图反驳这个港男 港男又回回 又不怕 这个港男也很厉害 但很多人在拍摄 就失礼了 他说你不教 就自然有人教 傻西 你不教我 就帮你教 好像拍戏 搞笑 拍戏有这个桥段 你这个男子 这么没有家教 大哥 在说话 我的男子就是我教 不用你教 然后开始吵 你不懂教 我帮你教 好像拍港版片 搞笑 然后那个男子就说 我不赶时间 然后他叫他 叫那个母亲 这么厉害 在你的小孩面前 X他 然后母亲就叫港男 那你随库 港男就说 我叫你什么他 什么给他看 不是叫我 是你 引发全场笑 大家可以查一下 我找不到影片 大家可以查一下 太多粗口 也是不方便出 一定会黄标 一有粗口 一有这些闹剧 打架 过往也是变了黄标 所以我们加些插图就算了 港男再次强调 你个小孩在玩门 你不教 就自然有人教 一夜扮买门 门 扮到这么大声 全世界看着 当然又加了很多粗口 其后 雙方开始骂着骂着 没有子弹 就靠了 其他人就劝了 有一些拍片 也不忘劝交 但母亲 仍然远处高声 向她继续辱罢 爆粗男也回敬了粗口 就说不要跟小朋友说粗口 你现在就在说粗口 互相骂来骂去 毛刀删齐 痴穴 令现场人士爆笑 港男也在远处反驳 其后两边劝开了 这个港男就不害怕他 总之这个新闻报道到这里 两单 有时茶余饭后跟朋友说 不要在街上冲突 我们报了很多 这段时间这半年报了很多 你一上报就一世了 你的影片永远在网络下 某年某月十年八载后演算法 在你的页面突然推送你当日的影片 都不知什么感觉 所以不要跟别人冲突 断舍离一句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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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结束了 但是有些 又不服气 永远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 比如骂人的 他觉得有道理才会骂 对方 又觉得玩门没什么 然后无端端被用粗口骂 神经病当然不妥 又骂回头 真的看大家怎样看 学下日本人最好 日本人是时时刻刻都很介意 很警惕 很害怕自己会 骂人 例如坐地铁 有个不成文是关闭电话的 都教阵机 坐地铁也教阵机 说电话也会很小声 甚至是不接电话 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 真的有很多很有趣 要学香港人 太多 太多不同文化 继续要教育 今集先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如果看到什么观点有趣角度 也不妨留一句字 记得按订阅